各位网友大家好 很多人以为 经常吃肉 吃得多 吃得很不清 就很容易患上大肠癌 但是这次如果我跟你说 一位吃素的女士 她竟然 需要切腸保命 因为她患上大肠癌三期 她吃素不吃肉 也竟然会有大肠癌 不是吧?这么恐怖? 是啊 这次我们说一些特殊例子 你以为 只吃的东西才会有导致大肠癌 原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很多人都会犯同样的错误 也会导致你患上癌症 请大家给个赞支持一下 所以有时候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 我们不分享有时候我们都未必知道 是的 我也可以分享一下 其实我身边很久之前有位朋友 因为也是大肠癌 他跑了很久 他就吃牛 吃肉 吃肉 很夸张 那种夸张的 连我自己也有点惊讶 哇 我说不要吃这么多 你喜欢吃还是吃 他就是 他又赚钱 赚钱 辛苦得来 就自在吃 他没有什么很古灵精怪的习惯 没有的 他就喜欢吃 一到什么大时大节 他经常都说找我们 一群朋友一起吃 一知道 他就在街市 叫人留一些新鲜的牛腩 几斤 几斤几斤的起跳 去招呼朋友 他平时自己的家里也是这样吃 有时我都听到 不要吃那么多 但是 没办法 他很害怕 后来 看着他走 其实也很远吃 但是这也是一个警号 告诉大家 不要吃那么多 就是 单一方面的食物 我们饮食要均衡 但是 今次我不吃肉了 吃草也有事 原来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士 她长期吃素 几十年 怎知道有一天 出现了阿血便 很担心 于是就去检查 发现到 患上第三期的大肠癌 要切除一半的大肠 更加需要进行化疗 才可以留住一条命 真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首先 血便是否真的 一个大肠癌的讯号 其实是的 因为大肠癌 经常都会看到一些症状 刚才说了 大便異常 有血 黑色 有瘫 或者直肠出血 或者平时摇幼条 平时正常的 大肠大肠 摇幼条 一条条 很小 又或者持续便秘 或者肚射 更加摇幼后 仍然想摇幼 更加 你的体重会无端下降 下腹会不舒服 手脚冰冷疲 心跳加速 喘气 面无血色 有些头晕的症状 这些症状 也可能是大肠癌症 症 好了 症状说了 为什么这位女士 吃剂也会出事呢 医生解释了 虽然这个女士 整天 一直都已经吃素 但原来她吃一类东西 会增加大肠癌风险 另外 这个女士也轻视她身体一种变化 导致她的情况恶化 好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第一件事 原来这个女士的身形是肥胖 你想想她吃素也是肥胖 换句话说 她在饮食方面已经出现了一个问题 吃素也可以吃得肥胖 我们知道肥胖有很多原因 是不是她吃精练的糖 麵 米 意粉 加工过的 这些叫做淀粉 淀粉 这些是升糖指数很厉害的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她吃很多高油高糖 而且纤维摄取量不足 她虽然吃素 但她的食素 和可能有些人的食素 是与众不同的 她经常吃的就是加工类型的素 什么叫加工素 是素肉 素鸡 素鱼 有人说很秘 worry 吃素 其实不需要吃哪些古灵造型的东西 因此 这些什么 摘烧 摘烧 摘什么摘补物 摘野ア 有很多形形色色的不同的东西 除了在观感和口感上 可能在煮的时候也放了很多不同的东西 因为要调整口味 其实这些所谓的调味品 甚至是做出来的色素 究竟健不健康呢? 这也是问题 但其实我当时也试过去跟家人吃素 我记得当时我父亲对于吃素 你以为吃素健康吗? 他记得去佛庙去吃素 然后他在吃素 我当时小时候觉得他在搞糟糕 我说你不吃就不吃 你不用像在这里演讲那样 为什么呢? 因为他拿着吃素的菜 然后他拨开菜 然后他打斜菜 你看看 油多了 然后用了纸巾锁 他说你这样吃法真是不死 你吃素也死了 但是他说是这样的 你在庙里面这样 我心想那时候是年轻的 我说你像挑剔那样 你踩墙啊 你会不会一会被大师打斗你的头 后来大过也觉得他说的是有道理的 其实有时候你看到有些所谓的齋铺 其实他们的烹调 又或者他们去做这些食物的时候 真的是比较油腻的 和一些比较圆形的食物 何谓真是齋菜呢? 你吃 菜就是绿色的 菜叶 白菜 生菜 瓜类 豆腐 或者其实旧腐也半加工 你可能吃的菇类 这些不是圆形的食物 但是你说不是啊 你吃的那些罐製的 可能罐头的 那罐头的可能已经没有那么多 健康的东西 反而可能加了很多古灵精怪的东西 这是另一个问题 第二件事就是轻视大肠的蜥肉 原来这位女士在三年前 曾经照过大肠镜 发现了0.8cm的线瘤 但是因为宗教信仰的关系 不听医生的劝告 坚持不撤 不撤除 去到两三年后 因为大便出血了 要求第二次做大肠镜 才能发现大肠镜第三期 好了 其实刚才这么说 我们吃素 怎样可以有健康和防癌呢? 其实我们经常吃那些 有些人喜欢吃那些 素火腿、百叶豆腐、仿肉类的素鸡 素鸥这些属于加工食物 里面会加一些很不健康的油 例如棕绿油 很容易令到我们身体发炎 豆腐本身是我们经常吃到的素菜 但是它本身是干的 煮的时候可能会增加一些油 高脂的饮食很容易引起大肠癌 所以我告诉大家 吃素可以健康 但是同时也可以不健康 原来吃素也有机会大肠癌 也不能复杀 但是原来还有一些东西 都会导致你大肠癌 而且很多人 尤其是女士们 很容易会不知不觉间 发生了 你都不知道 做了这些东西 什么事呢? 我相信有很多人 有时候出街 去里去能 总之你不是在家里的时候 女士通常都是 男士比较少 男士比较少 不怕 女士有一样东西 他们对于卫生也是很讲究的 这个我也理解的 有一个OL在银行上班 她有点稠疲 就说不喜欢在外面去厕所 这个问题大家要留意 我相信有很多女士们 你们有这种的习惯 你们突然间正所谓市急 难忍 都要忍 她平时下午就下班了 但是你越做得很晚 有时候要买了数 就说4、5点下集 但是分分钟7、8点才能走 你想想 尿又可以吃 急事又不吃 搞到整天都不吃 好了 久而久之 她又会失去一种感觉 就不想再去厕所 这就会导致出现万性便秘的情况 这女子一试过一星期 有4天至5天不能厕所 而你想想想 这么硬 積了这些宿便 更加难修 所以导致她的痔瘡经常发作 修损骨门 修爆骨门 后来这女子更连续便秘三天 连屁也不能厕不出来 对了 继续 肚子捞住 捞到想吐 于是就去看医生 好了 医生去看一看 她发现了原来患上的急性 肠塞 于是就安排了超声波 就发现了这女子里面 大量的宿便 有很多肠液 水等 所有东西都卡住 于是更加怀疑她有大肠癌 马上把她送去急诊 送去急诊 结果 诊断真的是第三期大肠癌 要找大肠直肠外科医生 帮她做一个人工做口 把肠癌出来了 所以其实 有肠癌不能不肠癌 当时小时候 父母会说 忍吧 其实忍得多是没益的 因为我们的身体会再吸收这些糞便 其实这些糞便是有毒的肺物 吸收了这些毒素 就会使我们身体慢慢累积 出现了很多发炎 这就更加有机会成为癌症之一 所以告诉大家 更加不要忍 死忍是没用的 那你说这么骯髒了 但怎么去治疗啊 那你看看会不会带一次性的 厕所墊之类的 现在有的 很便宜而已 一包仔 还小过一包M斤 有的我见过 我去旅行也用的 一次性的 就会贴在刺板上 你怕骯髒了 那你就用这些东西去抹 那你去旅行 你不会想着帮人的屎肯也抹起来的 是吧 你不行的 所以 告诉大家这些东西 也是可以解决的 另一件事 原来喝汤 也会导致我们大肠癌的 喝汤也会 不是吧 汤水啊 可以告诉大家 原来 有位男士 他六十多岁了 很喜欢喝汤做早餐 而他本身也有三高的问题 但医生建议他的情况下 其实他还蛮可以的 保持一个低的衣服 不太高 但有一天他因为胃酸到楼 去看医生 医生就发现他 挺奇怪的 于是多番建议下 进行大便忍血测试 结果呈阳性 立即安排大肠镜 发现大肠里面有颗蜥蜴 然后把蜥蜴切了 去发现大肠鸭 幸好早期发现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原来他每天都会喝牛肉汤做早餐 所以 告诉大家 不要以为喝汤没事 喝肉类的汤 喝得多 每天喝也会有问题 所以 有人说吃红肉 加工肉是一个大的风险 又不做运动 又肥又成功 也少吃蔬菜迁怀 所以 这也可以告诉大家 原来有这么多 在我们日常生活这些细节上 少处理 但是久而久之 也有机会 导致大肠癌 所以告诉大家 真是不能够忽视 今集时间就说到这里 下次再说 拜拜